这里是嘉义阿里山乡石桌通网达邦的福山部落下方道路 嘉一六九线道约二十八K民隧道附近 受到滞流封面跟西南气流影响 中南部山区雨势不小 持续不断的大雨导致山坡土石滑落 埋没整个路面造成交通中断 乡公所已经紧急派出人员机具抢修 道路已经在中午之前恢复通行 而在嘉一五五乡道来几段也发生摊坊 交通受阻 人员机具也前往抢修中 另外看到土石泥流现场 南投仁爱乡头八十九线 例行产业道路三十一K双向交通中断 头八十九线十四K处同样也是满满泥流覆盖道路阻碍交通 影响到要往返例行淬卵等部落的民众必须改道走农路 三十一K跟十四K有土石流 中央气象局已针对全台二十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 其中屏东县更达超大豪雨等级 中南部地区仍然需要警戒 我们说今天白天是滞留封面和新南气流影响最距离的时候 那气象局所做的降雨量预估 下午两点到八点这一段时间 这个六小时降雨累积我们可以看到 嘉义以南的山区 还有整个西半部地的雨势一直在累增 但是从明天清晨以后到明天白天 我们也可以看到雨势逐渐的缓和下来 山区雨势持续 呼吁用路人非必要不要上山 山区民众出门也要小心确保人车安全 原事新闻综合报道